大家好 歡迎收看古奇熊哥 我是許民雄 今天台北股市現在是下午1點 現在算漲14點 17點 整個盤勢來說的話 今天其實壓縮空間其實很小 一開盤之後到現在為止 它整個壓縮空間 大概只有在27點左右 空間很小 整個盤勢來說的話 現在來說的話 整個不只有我們台股 雅股也是一樣 美股也是一樣 美股也是在幾乎 他們現在也都是漲跌復健 這幾天 連續有三天來都是漲跌復健 沒有說一致的上漲 沒有了 那也沒有了 現在也沒有 我們來看一下 像美股來說的話 昨天道瓊是 它是殺尾盤 當然了 廢伴也是一樣 已經是殺尾盤 這是廢伴 廢伴從上週四的最高點 創歷史新高之後 其實平歷史新高 平歷史新高而已 平了之後 接下來利多有沒有再繼續長 其實最近你如果看一些新聞來說的話 中美貿易戰爭現在是算滿和緩的 和緩 算和緩 因為現在你看美國的商務部 也跟中國 中國商務部現在部長級 現在是副部長級 現在先在溝通 現在也聽到很多的好消息 現在唯一的就是一些 就是還有在華為的事件而已 那其他的事件來說 像中國也開始在買 買一些美國的一些農產品 開始很多了 那現在利多 還有整個環境 也還有加上美股他們也有降息 那川普的預約 川普也達到了 但是不如川普的預期還是賣 他還是開罵 開罵他們林總會 這個真的是很特殊的一個總統 那現在來說的話 其實中美貿易戰爭 現在算滿和緩的 那這是利多嗎 當然是大利多啊 指數有沒有再拉上去 沒有 這是廢半 沒再拉上去 因為廢半來說的話 是跟中美貿易戰爭 最息息相關 沒有再拉上去 那怎麼操作 當然是以我的看法 就是會拉回來 會拉回來 會拉回來 拉回來來說的話 我們像我們台股來說的話 當然也沒辦法 也不會 如果廢半 如果美股來說 他們有拉回來的話 我們台股會避免嗎 避得了嗎 避不了 也是避不了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其實現在到這次廢半來說的話 已經開始 已經是轉落了 已經是轉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幾乎每一天都高檔 都已經開始 都已經開始不過高了 除了昨天 前一天 前天的廢半 有再拉高一點點而已 其他的幾乎都也開始在不過高了 這個我們可以再來看一下 像我們看我們台積電 因為我們台積電的話 也是跟廢半有一段的盤整 但是它還是有在創高 創高這兩天 我們台積電來說的話 也是開始有 也開始沒有那麼樣的強勢 再持續往上走 我們看一下我們台積電 台積電今天是收在平盤附近 現在還在平盤 那才開始已經高檔不過高 高檔不過高 已經連續三 今天第三天了 其實跟我們大盤是一樣的 台積電 我們大盤也是一樣 高檔不過高 高檔不過高 那禮拜三的這個拉上去的這個高檔 這個是因為他們要 我在節目上我也跟你說過 他們要做期貨 他們要結算 因為期貨來說他們的多單 有五萬五千多口 五萬四千多口要來結 五萬五萬四千多口 口數還是相當大 要來做他們的流倉 所以他們會推升把它拉高 拉高之後接下來就開始呢 開始會怎麼樣 因為其實美股也沒有一直在 像美股像我們可以看到 像費辦來說的話 它沒有一直在創高了 他們已經開始 開始已經開始是盤整 我的看法是開始會往下 會拉回一些 那我的看如果費辦 還有美股如果拉回的話 我們要怎麼操作 當然要再操作期貨要做空 這是我們要做 我們要做空 那哪時候我就說 開始要來做空呢 我們之前的話在這個禮拜的禮拜一 十六號十七號我都有在節目上 這是十七號的時候 我有十七號 我就說九月十八號 就是我們結算日 我就說它會拉到一點 拉高到一點之後結算 我們要偏空操作 那果然第一天就已經有拉回了 就開始拉回 這是十月份的 要看十月份的那個台子期 不是九月份 九月份一點過後就開始在結算 那不是在看那個 我們是看十月份的台子期 那現在來說的話 台子期操作上的話 我們還是以偏空 我們操作還是做空 因為現在整個台子期來說的話 頂多它拉上去 它再創高的話 它代盤如果再往上拉上去的話 頂多我們做一個小小的停損 我們做一個小停損 但是它如果往下拉回 往下拉回的話會有一段 會有一段 那我們現在是先小 小兒子先做個空彈 那接下來如果 開始拉回的話 我們就開始要重壓 這開始 期貨才會開始重壓 那這是我們期貨 我們所操作的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 像這邊特別要的環球晶 環球晶今天還是小漲 它幾乎天天 它幾乎天天都是一個 漲一點點 幾乎天天都是漲一點點 今天漲兩塊錢 那漲勢是不多 那環球晶是哪時候呢 我們來看一下環球晶 環球晶其實我們在 在六月份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有做過一趟 這個環球晶 它有細菌也忘記沒了 那我們怎麼操作 你如果 我們是怎麼操作的 我們是做多買進 那到做多買進 那這一段我們大概價差有四十塊 還有加上股息 股息喔 還有股息喔 它股息是多少 25塊 25塊 股息25塊 我沒有算 這一個價差將這四十塊 這是我們六月份我們所做的 那接下來的話 接下來就是我們公開 跟你們大家來操作的 就是在九月二號 這九月二號 當天 當天大概是290塊左右了 290 那我怎麼 為什麼 其實我們已經是有 已經在操作了 那九月二號我是看到有一檔股票 我看到國劇 它在九月三十號的時候 它漲停板 隔天再開高 那我在 像我在 在台股直播室 中午12點的節目 運動財新台的節目 我也是在節目上 一直跟大家說 說不要再追高了 不要再追高 因為它毛利率已經降幅很多了 降到只有剩下32% 再降下去的話 可能要國劇喔 要虧錢耶 會虧損 如果再降的話會虧損 所以大家不要再追了 那這一段期間 像九月二號 二三六 到今天有沒有賺錢 沒賺錢 二三二 沒賺錢 相對的 我們來看一下 我跟你介紹說 你要買 要買這檔股票 環球晶 在節目上強烈的叫 你要買環球晶 291 那隔天的話 你如果隔天去買的話 還有低價可以買 還有低價可以買 還開低 還有低價可以讓你買 那290塊 到了今天 到現在312.5 這樣可以多少錢 這樣上漲 22塊 將近23塊 22塊 23塊 這樣子 你如果買了10張 就23 22萬了 這樣子不好嗎 那你如果去買國劇 你要承擔它的風險 而且還沒賺錢 這個月到9月2號到今天 9月20號 今天到今天為止 還沒有賺錢 多可惜 那這是我在公開操作 在節目上有公開操作的環球晶 那我也極力的推薦你 還有8358 金居 今天在創高 我也是告訴你 金居 這些股票 因為它是落後補償的一些股票 它是做銅箔基板的上游 那股票期貨 當然我們在操作上來說的話 我們都要先 事先規劃未來行情 你才會成為贏家 還有 還有重點今天就是 要避開的股票 那今天是在9月20號 待會兒我再寫上去 高檔不過高的話 你要趕快出我 現在的指數也是賺在高檔的地方 那今天還有一檔股票 這檔股票 這檔股票今天 這種股票它還在低檔的地方 這樣你才有辦法重壓 那種在創新高 歷史新高一直創高創高創高的 那些股票 你不會重壓 你不敢買多 你怎麼會賺到大錢呢 像這種低檔 還在處在低檔 這個你才能夠 才能讓你重壓 才能夠賺到大錢 那股票期貨 如果需要的話 可以到可以打電話來 8773 8859 或是到賴生活圈來這邊 來留言都可以 那我也祝你 這樣像這檔股票的話 你如果想要的話 可以來拿這份資料 那也祝你今天是週末 那禮拜五 也祝你週末愉快 我們下週見 就是 另外一個禮拜 我祝你